欧冠进球的比赛是非常的令人瞩目的,而在今日凌晨四点的时候,欧冠的八分之一级赛首回合中,曼城跟沙克尔对战,而曼城以二胜一负的战绩占据了优势。 一开始的时候,曼城并不是占主要优势的,甚至可以说在前期的时候受到了重创,在前半场,因为贝尔南迪尼奥在近期抱人犯规了,被主裁判判罚了点球。 而在点球之中,本卡莱布就着着点球破门,暂时就在比分上领先了曼城,而此时的分数已经是2比1了。 而就在下半场的时候,奥卡门迪又因为发规被出示黄牌,而接下来的亮黄一红,就将他罚下了场,而那时的曼城,也只能够一时打沙尔克的十二。 在这场比赛中,裁判一直都是对曼城吹罚连锦,虽然曼城在这次的比赛中被罚下的主帅,但是他们在赛场上依旧没有失去该有的节奏,反而是在接下来的表现中,表现得越来越好。 前锋换上扶将发内,很快就打进了关键球,赶上了跟沙克尔的逼分。 甚至是在后来反超过了沙克尔,曼城也因此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不过让人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在前面90分钟的时候,斯特林他在赛场上的表现是很糟糕的,但是在当时,华帅并没有将他给换下。 不过也好在没有将他换下,因为在最后来的比赛中,还是因为他打进了反超比分,所以,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赌博性的决策。 这场比赛中,曼城批的还是挺在线的。 在这场比赛之前,曼城在过去的三场比赛之中,也取得了12场的胜利,而且也取得49个进球,所以整个球队的状态是相当的亢奋的。 而且蓝月亮军团在面对德国球队的时候,也有着自身很大的优势,所以跟德国球队作战的时候,还赢得了6场比赛。 这次的曼城市打12逆转的爵士,可以舒适给球员和球迷们提了一口气,增加了之后的信心,在比赛中,虽然是被判罚了两列点球,但是还是能够踢赢了沙克尔。 而沙克尔也置不在了欧冠的石榴强。 但是在此不得不提一下他们的教练,瓜帅早在2013年的时候接受了半人,而且在第一个赛季中,就获得了欧洲的世界杯跟世界杯等。 这些非常重大的比赛的冠军,虽然瓜帅跟半人的事情是很受争议的,但是而他带领的那些球队,在征战欧冠,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。 在欧冠中,可以说瓜帅是一个非常老练的教练了,而且在这次比赛中,瓜帅的换人战术也可以看得出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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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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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